不论是举办游行 或者是候选人的证件 我相信对于选情是有很大的影响 不过与方我很好奇的是 那候选人选举抽到几号也有差吗 其实选民都知道 每位候选人都会说自己的号字最好 无论抽到几号都会有一套吉祥话 让号字反而成了另类的较量舞台 选口号要喊得响亮 签韵可得要好 如果抽到了复杂的号码 口号该怎么办 就由候选人绞尽脑汁想出了办法 所以我在说我要抢第三席 刚好是唯一新人力拼第三席 那刚好和我的号码13 好,103 脑筋动得很快 唯一新人拼第三席 为求上榜口号喊得响亮 那如果是7号这个数字又该怎么宣传 就有台南市议员候选人 把看板放在7-11 想利用便利商店的高知名度 也为自己做宣传 藉由这个联想 加深选民对自己的印象 更有候选人搭着同档市长候选人的顺风车 大大方方打出一样号刺 不用特别宣传 也有好效果 三合一选举即将到来 光是改制后的大台南 就有2000多位候选人 如何在众多号刺中脱颖而出 除了创意之外 看来还需要一点运气 联合报 吴淑林 台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